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名是Henry Chang 今天我想分享吴家太極拳 和各位一起分享这套这么精美的权术 我是由第一至第六式开始 太极拳 太极起式 很重要我们要一只脚位 平衡的人 沉肩 聚肘 松腰 垂垫 含胸 拔背 顶头圆 很重要 开式 我们有齐这几样重要的动作 然后手一定要半圆圈 不要整整个手指 或者分开手指 僵硬了 气血就不能运行 打到拳就比较僵硬了 我们打操吴家 很柔的拳 太极起式 手慢慢升起 在肩膊 在肩膊 然后画两个圆圈 前面至后面 推出双掌 当我们推出双掌的时候 很重要 这个叫做鸡皮肉 推出 千万不要推出双掌 如果不然就会僵硬了 两个手就像捧着一个篮球 画两个大半圆圈 在腰下盘骨的位置 然后两个膝脚微微弯曲 千万不要过了脚尖 这个是第一式 太极起式 第二式 叫做太极出手 重心移去右边 左脚针提起 然后擠向前面 针和脚尖的距离 大约是四寸 左边和右边大约是一尺的脚位 左掌提起 掌心向着你的身体 右手放在左手的碗后面 亦都好像以前所说的 就是这个鸡皮肉 碰住 千万不要推掌 左脚针移去右边 然后将重心在右脚 推到左脚 这个叫做太极出手 第三招叫做七声势 两个手分开 两个手很重要 就是两个手都要是一个平衡 向着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角度 坐在左脚 重心在左脚 然后转右脚尖 右脚提起 左脚和脚在右脚 在右脚 和脚在前面 左脚在前面 右脚在前面 右脚在前面 右脚在后面 右脚在前面 另外一个动作 叫做揽着尾 右脚在前面 右脚在前面 阚在前面 踏步 一個大模型 由左上角至下 然後回到上邊 重心移到左腳 右手的手掌向著你的面部 推掌 在肚前之下 單前位 踏實前腿 兩個手向前 慢慢升起在中間 羊掌在前面 音掌在後面 另一式叫單邊式 右手在左邊 這個位置叫虎口 右手 右手 抽一條線上去 抽一條絲上去 這麼輕微 右腳爭轉 左腳尖轉 左腿向左腿 向左邊 大約兩尺位 開步 然後 左手在右邊 畫一個大弧形 連身體一起轉 左腳 然後推出 左掌 記住 左掌 千萬不要推到這邊 雞腿肉打出 最後一招 最後一招 叫做太極 修飾 重心 而去右邊 左手 畫一個大圓圈 去左邊 大約是七點鐘的位置 右手 開掌 畫另一個圓圈 去五點鐘的位置 轉右腳尖 向前 坐在右腳 重心在右腳 重要 很重要 拿起左腳 站 然後 收拾 又是一尺位 站起來 兩個手 畫兩個大弧形 左手在上面 然後推掌 這就是我們的修飾 以上就是由第一式 至到第六式 吳氏 太極權 給初學者 對 發展 我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